两项最新热搜话题均涉及乌俄冲突。 首先登上热搜榜首的是俄罗斯向乌克兰提出四项停火条件。 虽然此次俄罗斯提出的停火条件并非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布,但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在这个敏感时刻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专门阐述了这些条件,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反映了俄罗斯政府的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政府在十多天前也提出了乌克兰的停火条件。 目前,全球的关注者都在深入研究这两份停火条件,期待从中找出一种可能的妥协方案,迎接和平的曙光。 首先,让我们看看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提出的四项停火条件。 1.乌克兰保持中立,不得加入北约或欧盟。 2.乌克兰停止所有军事敌对行动,包括来自美国和北约等全球任何国家的军事援助。 3.乌克兰承认俄语在乌克兰境内的法律地位,并承诺保护俄语区公民和少数民族的权利。 4.乌克兰同意杰纳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四个州通过公民投票加入俄罗斯的结果,即这些地区将属于俄罗斯。 4.乌克兰政府已经明确拒绝了俄罗斯提出的这四项条件,并公布了乌克兰的停火条件。 5.乌克兰最近两次宣布了停火条件,首次是在5月14日,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了乌克兰的停火条件,第二次则是在拒绝了俄罗斯的四项停火条件后,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公布了乌克兰的停火要求清单。 1.俄罗斯必须立即全面撤出乌克兰领土,恢复双方边界至1991年苏联解体时的状况。 2.俄罗斯必须承认和尊重所有前苏联加盟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3.俄罗斯必须立即逮捕和移交给国际法庭审判的战争罪犯。 4.俄罗斯必须在乌俄边界的俄罗斯一侧设立缓冲区,并对周边地区进行去军事化和去威胁化。 5.俄罗斯必须削减进攻性武器,同时国际社会应启动缩减俄罗斯核武库的进程。 6.俄罗斯必须支付战争赔偿,并同意乌克兰及其盟国对俄罗斯在其领土的资产进行扣押和没收。 6.看过俄乌双方停火条件的人会立刻感到,双方的条件几乎没有共识或妥协的空间。 7.他们的要求甚至比战前还要苛刻。 7.我们再看俄罗斯的四项停火条件。 7.即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乌克兰亲俄总统被颜色革命推翻,或是在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的高度对立时刻,俄罗斯也未曾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 7.现如今,俄罗斯对乌克兰保持严格中立的定义变得更严格,甚至连加入欧盟也不允许。 7.双方最无法达成一致的问题可能是俄罗斯第四项条件,克里米亚及乌克兰东部四个州应作为俄罗斯领土。 8.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答应这一条件,他可能会立即遭到国内民族分子和西方支持者的刺杀。 8.反之,俄罗斯在持续了一年多的战争后,如果没有得到乌克兰东部四个州的收获,恐怕普京也压不住国内民众的愤怒。 9.当我们仔细审视乌克兰提出的停火条件,我们会发现一些明显的矛盾和冲突。 9.乌克兰要求俄罗斯撤军并归还所有被占领的领土,这是一个被侵犯的国家自然会有的诉求。 9.然而,这与俄罗斯期望的最低战果存在明显的冲突。 9.更让人担忧的是,乌克兰提出的一些其他条款,几乎是在迫使俄罗斯的所有利益阶层走向一场决定性的战斗。 9.例如,乌克兰要求审判所有的战犯,这意味着包括普京、梅德维杰夫在内的所有政府高官以及军方将领都可能会被提交给国际法庭。 9.此外,乌克兰还要求冻结并没收俄罗斯在西方国家的所有财产,不论是政府的还是个人的,这等同于让所有在海外有资产的俄罗斯人都遭受重大损失。 9.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发布了所谓的停火条件,但是任何一个了解这些条件的人都会知道,目前乌俄双方的共识其实是,谈判无望,只能继续战斗。 9.事实上,历史上的所有战争和和谈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战斗和谈判,直到有生力量被完全消耗,才可能达成停战协议。 9.今年5月,我们中国开始了俄乌冲突和平斡旋,我们需要明白,现阶段我们的角色只能是倾听他们的观点,乌俄双方很可能还需要经过一轮残酷的战斗,然后我们才能启动第二轮的停战斡旋。 9.对于那些对国际时事敏感的人,他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乌俄双方提出停火条件的时机,实际上与我国特使李辉斡旋、俄乌冲突的形成密切相关。 9.李辉特使的访问时间是5月15日至26日,他访问了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比利时、欧盟总部所在地和俄罗斯,用了12天时间听取了六方在俄乌停火问题上的立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李辉特使抵达乌克兰前一天,也就是5月14日宣布了乌克兰停火条件,而俄罗斯副外长则在李辉特使结束访问的后一天,也就是5月27日宣布了俄罗斯的停火条件。 此时,我们中国的智慧和判断力正在被严重考验。 美国《华尔街日报》错误的报道说,我们的特使李辉在欧洲斡旋期间,要求各方承认俄罗斯占领乌克兰领土。 我国外交部立即回应,乌克兰外长近期与各方深度接触,并与李辉特使进行了深入协商,但是没有任何一方提出中国支持俄罗斯占领乌克兰领土的言论。 显然,美国媒体是故意在造谣,试图抹黑我们。 尽管俄罗斯副外长的停火条件中确实提到了公投的乌东四周归属俄罗斯,但是美国媒体却利用这个机会,试图将这个诉求强加到中国头上,把中国塑造成支持俄罗斯帮助其扭转局面的帮凶。 我认为,现阶段最考验中国智慧的是,因为现阶段俄乌的战争可能会进一步升级,美国可能会在全世界制造中国越斡旋,战争规模越大的负面形象,斡旋失败减是一项挑战。 另一个挑战是美国可能将中国塑造成俄罗斯的过度要求和扩大战争规模的幕后推手。 美国对中国进行公开的舆论攻击和诽谤,目标直指中国的和平斡旋。 那么中国如何巧妙地应对这些挑战呢? 我们中国从不缺乏政治智慧,也不惧怕公开的政治操作。 打破美国的两个公开策略,关键是掌握斡旋的主动权。 欧冲突,虽然表面上看似是一个大国对一个中等国家的攻击,但实际上,美国和北约已深度介入,所以这场战争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不会短。 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参考,特别是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从1950年5月开始,最激烈的五场大战都在接下来的7个月内发生,至1951年夏天,中国军队已经将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逼退到38线以南。 然而,尽管在1951年7月开始了停战谈判,朝鲜战争仍然以打打停停的方式继续了两年,直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署。 这个战争期间的一个重要时间点是1952年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 可以说,朝鲜战争的持续对艾森豪威尔的竞选有利,因此即使在1951年就可以进行和谈,美国仍坚持战斗。 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当选后,便在四年结束了战争,并将此作为政绩,声称自己把亲人带回家。 去年开始的俄乌战争,对于当前的美国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他通过消耗俄罗斯,再次将失去对美国信任的欧洲国家聚集到美国和北约的旗帜下,从而使俄乌战争成为了拜登政府四年任期内的唯一政绩。 同时,持续的冲突引导欧洲资本涌入美国,成为美股和美债的买家,让美国军火商订单爆满,满足了多个利益集团的需求。 因此,拜登政府当然希望这张牌能在选举期间一直拉票。 拜登的共和党对手也希望俄乌冲突能延续到下个任期,因为他们竞选的一大口号都是我上台后,一个电话就能结束俄乌冲突。 他们希望通过俄乌冲突收获那些对现状不满的美国选民的票数。 如果他们在2024年胜选,上台后立即解决俄乌冲突,他们也能将此作为政绩用来打击拜登。 因此,一旦我们明白了俄乌冲突还有持续的可能性,并且美国希望将战争延续到2024年的大选之后,我们就能看清俄乌冲突的未来走向在清楚了这一节奏后,我们的斡旋可以持续进行。 每次俄乌战争停止时,我们都可以向世界展示我们的和平之意。 我们不夸大其词,也不将自己置于迅速结束俄乌冲突的不利位置。 我们有过成功挑战美国联军,迫使他们签署停战协议的历史智慧。 如果美国想利用俄乌冲突将我们置于火上,那最终只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展现和平发展愿景的舞台。